欢迎收看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这回我们要教大家做客家料理 今天的主角是苗栗大胡的草莓 大胡草莓又香又甜的 拿来入菜口感非常的特别 而今天我们就请到大胡的主厨 教大家制作梅香溜溜球 这道非常有特色的客装料理 大胡草莓园已经可以看到草莓红彤彤 客家农民范秀龙让草莓高价 减少病虫害 也方便游客可以站着采草莓 这样拿着然后从这边剪下去 这样就不会摸到草莓 苗栗大胡这个客家庄 因为雨量充足日夜温差大 所以草莓的品质一等一 它特别香 糖分甜度也特别高 气候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6度 把客装的草莓拿来入菜 口感更是一绝 尤其是这一道梅香溜溜球 拥有浓郁的草莓味 色香味俱全成了客装型彩色 这是我们大胡在地的草莓 那我们使用的是在地的食材 然后它会有淡淡的客家风 有在地新鲜的草莓 再用上草莓延伸商品 另外再加点调味料 就能够让梅香溜溜球很可口 这个部分是草莓酒香肠 先把草莓香肠剁碎拌入猪肉 不用额外的调味 别有风味 另外整颗草莓当内馅 包在猪肉球里 到时候咬上一口 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果粒 180到200度的热油 淋在刚刚做好的猪肉球上 只要10分钟猪肉变得很酥脆 我们要挡过它的火候 不能够泡太久 那光是果醋还不够 我们还是要一点点 我们的公盐白醋 草莓果酱 果醋 糖 以及番茄酱做成酱汁 让这道佳肴 有酸酸甜甜的好滋味 这个新鲜的果实 它要入菜 它不好做 那我们特别用包覆的方法 它里面还是会有 相当一定的脆度 那这有一点点糖醋的口感 吃得蛮下半的 梅香溜溜球 保存草莓新鲜果粒 美食上桌 客庄特有的食材 成为客庄招牌菜 深洪欲滴的诱人 在酒香里蔓延 在酱汁里酿酿 在馅料里饮身 悠游草莓客家庄 大湖有着浓郁的感动时刻